在富国岛,起初非常可怜的,大家起初去的人都住在树底下,割草,来做垫的,盖的,后来华侨送了蚊帐,送了毯子来,才有的垫,才有的盖, 然后慢慢的自己上山,砍树,砍草,来做这个房子,做云房的房子,做难民的房子,最后呢,做这个公共场所,做中山堂,开盐田,后来他们送给我们的罐头牛肉,我们不要, 要他想办法,要发个人,给我们牛,结果牛生牛,送个猪肉,我们不是要送猪,就养猪有猪,自己种菜,这样子,所以吃不完的还给我卖个华侨,这样子。